大家好 欢迎大家学习我们的系列课程 职业规划52个深度解答 我们今天呢要分析的问题是 父母要干涉自己的职业选择 要怎么跟他们沟通 我呢是大家熟悉的王鹏老师 首先欢迎大家在课程的评论区留言和提问 你提出的任何问题呢 都有可能被我们选中专门做一期课程讲解啊 当然也欢迎私下的提问了 这里是我的联系方式 好了我们看一看 我们今天这位提问同学的具体的困惑吧 我们这个同学呢是这样问的 他说我马上大学毕业啊 之前实习的时候呢 由于表现突出 已经得到了深圳一家IT公司的运营岗位的offer 计划毕业之后呢就直奔深圳的 但是呢我父母强烈要求我回老家考教师编制 按我父母的说法呢 这是影响一生的大事 不能由着我的性子来 所以呢必须要我听他们的 我现在呢很为难啊 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他们沟通才能说服他们同意我去深圳 所以呢这个问题呢稍微讲话一下呢 就是父母干涉自己的职业选择该怎么去沟通的问题 看到这位同学的这个疑问呢 相对来讲呢还是比较普遍的是吧 这个很多我们大学的各位同同这个毕业的同学可能都会遇到类似的困惑啊 自己有一个想法可能父母不太同意啊 我该怎么跟他们讲啊 该怎么处理这个事 那么首先呢 来我们看看我们的分解思路 我呢大概呢在这个部分的罗列了三个主要的要点啊 我来分别先讲解一下 那么第一个呢是我们不要去想父母是否正确 因为很多时候 分析这类问题啊 就是很有可能会 这个有一类人会讲说啊 这个要听父母的啊 父母的这个这个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 是吧 父母的经验也很正确 那也有的人可能会讲什么呢 这个要要自己做主啊 但是呢 这里面我们要这个分析的第一个要点什么呢 就是父母的所有建议呢 其实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正确的 有可能是正确的 也有可能是错误的 因为未来的大趋势很有可能 比如说整体的中国经济是向好的 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没有办法预测突发实践啊 比如说像这次新冠疫情 对吧 有了这个疫情的影响 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那很有可能 你看这次疫情就造成了很多民营企业啊 这个局部维艰 那有可能会裁员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这次疫情呢 如果你是在一个国企或者试验边相对来讲 受到的影响 尤其是经济压力的可能就会 轻一点 对吧 没那么没那么严重 所以我们讲 当父母说啊 希望你去考这个公务员也好 去考一个事业编制也好 去考个教室也好 对吧 你自己想去某一个大城市啊 这个拼搏一番 其实这个选择很难做直接的对错比较 因为这个干扰因素太多了 所以我很多时候在课上因为之前应该讲过很多次吧 就我们说过影响一个人职业发展的大概会有五个比较典型的因素啊 一个是国际经济趋势 比如说大的国际经济的整体的经济是这个繁荣的还是说这个整体经济是下滑的比如说这一段你看明显因为疫情的原因全球经济都在唱衰 那对各行各业都有影响 那第二呢 第二轮影响因素呢 比如说叫国家政策 国家政策会对某一些行业会有推动 那某一些行业会有限制 那还有第三个呢 就是行业周期 比如你的行业可能会有波动性的周期 那你进入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上升周期 但有可能过一段时间他下行了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么第三类呢 叫企业战略啊 就是说这个企业可能有他的战略方向 你可能进去的时候呢 你的部门是比较受重视的 那可能过一段时间 企业战略转向了 那你的部门可能就会裁员 那最后一轮呢 是技术的进步啊 比如说有一些技术革新 那可能这个岗位就不需要你了 或者说这个岗位没有原来那么重要了 当然呢 还有最后我们讲到的一些突发事件 比如说这次这个疫情 他就是突发事件 他没法预测 所以第一呢 你先不要去想说父母是否是正确的啊 一旦你要开始讲说谁是正的正确的 谁是错误的 这就吵来吵去 没有什么结论了啊 因为他没法做 真实的预测 对吧 这个就没办法 那么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 思考这类问题 也不要去想该不该听父母的 那很多时候 这个很多大学生遇到这类问题 可能就有一些心灵鸡汤啊 就会有一些鸡汤开始来跟你讲了 可能两边 这个都会有 有一类鸡汤就会讲说 父母其实这个 这个意见很重要 父母的这个思想是比较成熟的 你应该听父母的 那有一类就会讲说 这个我们一定要听自己的 对吧 人应该做自己啊 人应该有自己的心理边界 等等等等 讲很多 但其实他的根本问题在哪呢 就是在中国 就是有很多事 其实与理是特别正确的 比如说你确实是应该自己做主 听自己的 这个没问题 但是与情不同的事情就很多了 对吧 那父母 可能也是为你好 那你是不是要因为这件事情 跟父母翻脸呢 是吧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说什么啊 这个人不是说这个人一听父母的 就是妈宝男 这个我们也要看情况来分析的 是吧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你要有建立心理边界啊 该拒绝的时候拒绝呀 对吧 但是这个讲法是事情没到你自己的头上 就站着说话不腰疼吗 那所以很多时候真的要顾及到这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你可能还要顾及父母的心情 是吧 要顾及父母的情绪 啊 所以呢 相对来讲呢 这个很多事情是你这样听这个道理是正确的 但你真去实操的时候呢 你发现家人之间的情感等等也很重要 所以呢 我们也先不要去想说是不是一定要听父母的 那第三点是什么呢 来我们把关注点放在哪 就是怎么去沟通 因为你问的这个问题 对吧 就是你想去 你怎么说服让他们同意你去吗 所以我们呢 想这类问题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个关注点想在什么 就是我们怎么做能让他同意我们去啊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对这类问题的分析思路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讲讲看你到底做点什么啊 说点什么 或者做点什么是父母能让你去的 对吧 能让你去的 来 那我这里呢 有两个 这个方向啊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父母呢 其实这个第一个思考方向叫父母 其实是我们人生的预警机啊 什么叫人生的预警机呢 就是很多父母的担忧 其实是来自于对风险的不确定啊 这也是很多年轻人做职业选择的时候呢 容易忽略的地方啊 比如说你看父母说啊 你想去深圳的这家运营公司 父母想让你考这个事业编 对吧 那这里面的核心矛盾在哪呢 在于父母不愿意让你去做那个工作 他一定有各种担忧吗 那你说他的担忧是不是没道理呢 也不见得全无道理 也有一部分他有道理的部分 所以对于这样的情况 所以第一个叫做什么呢 啊 父母的这些担忧 你需要干一件事 就是尽可能的让父母把这些担忧罗列出来 而且呢 是越具体越好 你呢 最好能做好应对策略 比如说可能父母啊 担心你去一个大城市工作啊 父母有可能的担忧 尽可能的详细的让他列 比如说担心你照顾不好自己 担心你会不会被人骗啊 对吧 你去那个地方 万一找不到对象怎么办啊 你看很多这个大连 大龄的男性也好 女性也好 在那边 你又 咱一时半会儿又买不起房子 对吧 你找不到对象怎么办 那再往后 我们要结了婚 买不起房子怎么办 孩子最后上学了 没户口怎么办 是吧 这些都是家里人很有可能有的担忧 包括你的工作不稳定怎么办 今天有工作 明天辞职了怎么办 你干不好怎么办 这都是很多父母实际考虑的问题 啊 父母考虑的问题 所以我们很多年轻人选工作的时候呢 都有个特点什么的 都是想大的问题 我要有有一天像马云一样 大城市很光鲜 我要去拼搏 抖音里边谁谁谁又翻身了 你看到这些都是这些 但其实父母考虑的呢 全是这些细小的小问题 当然呢 这些问题呢 尽量罗列相近一点的啊 就是最近几年的 比如你要想的特别远也没啥意义 比如说你你以后老了养老怎么办 我你才二十多岁 养老怎么着还得四十年以后呢 对吧 这个就太远了啊 就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想这么多 所以呢 我们的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父母不同影去那边 一定有他的担忧 那么你呢 就要协助父母 把这些担忧一条一条 罗列出来啊 这第一个 你要把这个罗列出来 然后你应该做好应对策略 对吧 你应该把这些事 比如说每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有相应的应对策略 比如第一个啊 我说去那边找不到对象啊 你年龄也大了 隔两年你耽误了 结婚晚了怎么办 好 那我能不能承诺 每周都出去坚持相亲 是吧 哪怕我在外面这个深圳 也有相亲的一些什么网站 乱七八糟的活动 是吧 我都报名啊 我坚持每周相亲 甚至每周向你们报告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解决方案啊 对吧 第二我在这边买不起房子 怎么办啊 那我就一定找一个当地的 有房的带户口的 把这问题解决了 行吗 所以呢 我的择偶条件就是 我一定尽力找一个在深圳的 有深圳户口的 有真正房的 对吧 行不行啊 那我至少有这个方向嘛 所以相对来讲 你看所有的风险啊 父母担忧的是风险 你呢 要把风险罗列清楚 给并给出解决方案 这个担忧就会被大大降低 所以很多时候 你看孩子和子女之间的矛盾啊 出现在哪里呢 就是父母有担忧 但是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啊 可能就是有各种对于生活的担忧 没有这么详细的罗列 然后呢 孩子呢 就觉得不理解 说你们这些担忧都莫名其妙啊 这个又过于理想化 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对吧 这个就不是我的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问题啊 都会解决的 但其实你又没有详细写过 想过解决方案 对吧 于是双方都会觉得什么 对方不可理解 且不靠谱 对吧 你会觉得父母啊 这太不可理解了 全想着莫名其妙的事情 一点不靠谱 完全没必要的事情 然后呢 父母也觉得孩子 这个没遭过社会毒打 是吧 就完全没想过这么细节的问题 那可能真到了那儿 就得吃亏 所以这是第一个啊 双方容易出现冲突的地方 就是我们讲叫人生选择的预警机 那父母把这些风险都预警出来了 你呢 一定要想好解决方案啊 把这些东西提前想一遍 做做功课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给父母有一个定心丸 那第二个呢 叫做 如果父母不讲理呢 很有可能你就得寻找心理权威的帮助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前面讲的这种方法啊 就是父母把所有的担忧都罗列出来 你能给出解决方案 这个有个前提 就是你和父母都比较讲理 对吧 就是你和父母都比较理性 你们可以坐下来一块谈 是吧 这是你看你的担忧 我怎么办啊 能让对方放心 这就是双方一个比较理性的对话态度 但如果你父母是很不理性的 对吧 就父母就是要拿权威来压 你说不行 你没什么道理 你就在这件事情上别废话 就得听我的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完全没转机了呢 也不是啊 也不是 那就得找一个心理权威来帮忙 那什么叫心理权威呢 简单来讲就是所有的父母啊 这个不是父母 就所有的人 他相信某一件事情 一般都有来讲 有一个心理权威啊 有一个信息 有一个权威信息 举例比如说 像我父母那代人 我父亲特别信的这个权威信息 就是新闻联播啊 只要新闻上说什么 就会说你看新闻上都说了 电视上说的一定没错啊 他的这个权威信息呢 就是来自于这种新闻联播里面播放的 那有的这个父母呢 权威信息是什么呢 家族群啊 家族群啊 就各种这个家族群 是吧 这个呃 里面的什么信息都有啊 然后呢 有的父母呢 信算命的 有的父母呢 可能相信某一个亲戚的长辈的意见 某一个某些父母呢 可能相信 比如说某一个公司领导的意见 所以呢 大部分的人来讲 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个心理权威在这里 就是这个心理权威的意见 他比较看重 所以呢 我们一般讲叫做 如果你确实觉得父母不太讲理 那你就直接去找一找 父母有没有相信的心理权威 搞定这个心理权威 基本就要搞定了你父母 所以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大概就能懂 有一次一个学员就是在这个 呃 是我上过我一个课学员 也算是一个朋友吧 啊 这个 没事呢 这个也发发信息什么的 就有一次呢 他就给我打电话抱怨啊 说什么呢 说 呃 最近在谈恋爱啊 谈了一个这个女朋友啊 怎么怎么样 挺好的 但是呢 对方的父母不同意 原因是什么呢 说对方父母 就这个理由很奇怪啊 理由是 也不也不说奇怪 但是年轻人就接受不了 说什么呢 找村里的一个算命先生给看了一下 说两人八字不合啊 说这个什么 这个男的呃 八字和这个女的八字不合 有有有什么相克啊 等等之类的理由啊 这个对方父母就很不同意 这个呢 我就跟他 他就很苦恼 他说这个你看都不是什么财力 不是什么钱 是吧 不是什么买房 都不是这些问题 这些我们都可以靠钱搞得定 关键这个问题是靠钱都搞不定的啊 所以呢 这个同学呢 就很苦恼啊 说这个怎么办 你看这事放钱搞不定 我说首先第一个你要确认一下 这是不是真实理由 对吧 如果真的是父母比较信这个的话 他说他父母好像是比较信这个的啊 女朋友父母比较信这个 因为家里又供着什么神龛啊 乱七八糟 神神叨叨的 他说我说如果你确实啊 发现他比较信这个的话呢 好 你就直接去找到这个算命先生啊 你就直接去找到这个算命先生 对吧 那你找到这个人之后呢 你你给算命先生给点钱呗 是吧 你给人说一下说啊 那你给我讲讲这八字是怎么合的 是吧 回头让你去给你女朋友父母讲一下 是吧 你这八字是怎么合的 是吧 所以一般来讲 既然他信这个 那你找到他的心理权威 你能搞定心理权威 那相对于来讲 就相当于搞定了父母 是吧 所以同样的这个类似的案例很多啊 你你仔细去想一想 回忆一下你周边的这个亲戚朋友 尤其是老一辈人 对心理权威这件事情还是挺看重的 是吧 对心理权威还是挺看重的 而且呢 很多的他的这个信息来源呢 各种奇奇怪怪的啊 有的这个这个可能就是比如说某一个亲戚啊 这个家里边 这个父母特别信某一个亲戚 什么大掰啊 什么这个二叔啊 类似于这样的 有的呢就特别信某个领导啊 说这个谁谁谁 见识比较好啊 他讲的意见呢就比较重 有的呢可能就比较信学校的老师啊 说哎那个那个 有的时候做做选择不确定的时候 就愿意给这个孩子的老师打个电话啊 说你看看这个老师是怎么想的 所以你看很多时候 有些家长也会给什么 大学里面的辅导员老师 说那你们辅导员老师 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啊 就包括一些什么 比如说心理医生 职业规划师 这些都是一些心理权威 当然前提是什么 得看你父母是不是相信这个 就是如果你的父母比较信这个呢 那你搞定心理权威就很啊 这个没问题了啊 就很没问题了 所以呢 在这一类的时候呢 一定要这个 这类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善于找这个 虚拟权威的帮助 至少你知道得有这么回事 第二呢 得找到这个人能帮你去 说服你的父母啊 说服你的父母 所以呢这个呢 我们这样叫做啊 如果父母是不讲理的啊 那你就得寻找这个心理权威的帮助啊 好 来最后呢 我有这个一点小建议啊 我有点小建议 什么 小建议呢 就是这样的两点 第一个小建议是 如果你确实沟通了啊 说了半天实在是说不通啊 比如说父母可能就是以此相逼 对吧 你要不听我的就从楼上跳下去 那你说这种情况 对吧 你你让不让他跳呢 对吧 你你心里想的再平板说啊 这个各有心理边界 对吧 你要寻死是你的事 择任你来付 你也不可能让他就这么跳下去吧 这万一玩真的呢 对吧 所以呢 一般这种呢 到最后来呢 就是确实说不通啊 父母就是不行啊 必须听父母的 没得商量 好 那没得商量 可以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罗列你的担忧和风险了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和父母商讨应对办法 反科为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假设说我们必须得听父母的 回这个家考个公务员 那没问题 那你讲讲你的担忧吗 比如说你的担忧是啊 那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去走公务员 我这个人情商不行 在公司在这个体系里混不下去怎么办 是吧 我这个跟林导处不好关系怎么办 我这个在老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找个老婆离婚怎么办 能不能离婚 什么时候能离 是吧 找什么样的 是不是得允许我有点 这个我的想法和意见啊 能有多大的发挥 就是你看这些事情 你都可以跟父母谈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跟你要说服他们去这个深圳一样 那你要把你的担忧和这个不满都罗列出来 说那你好 我有这些担忧这个不满 那你看怎么 咱们怎么怎么提前想一想 这些担忧不满的解决方案啊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是叫做如果没得选的情况下 就是为你所做的这个选择 做最大利益的争取 利益最大化 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想想这些事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那么第二个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无论做何种选择 都要记住你是第一责任人 因为这个责任 无论是他逼你选的 还是你主动选的 对吧 最后都是你选的 是这样的吧 哪怕就是他逼你选的 是不是也是你选的呀 所以叫不要逃避自己的选择责任啊 不如意的时候 万一不如意的时候 也不要埋怨别人啊 这个啊 包括你真的要去选择去了深圳 万一不如意的时候呢 也不要怨天尤人说 当时就是这个后悔了啊 没听了 这个父母的建议等等之类 这一类呢 就尽量少去想啊 多想一想你的选择责任啊 所以呢 这是一点建议 两个建议啊 希望你能注意 好了 最后呢 这个问题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就要对个人职业发展的启示 有三点啊 第一个呢 就是对风险的评估呢 越全面越好啊 积极正向的看待问题 所以呢 我们并不是要说这个父母的这个干涉啊 就完全是坏的 他也是一种风险的预警嘛 我前面讲过 那第二个呢 叫每个人都有心理权威啊 要善于利用这个心理权威啊 所以你要注意啊 要善于利用这个心理权威来帮你 那第三个呢 就是承担选择责任 不要埋怨他人 每一个选择都是自己的选择啊 要主动承担责任 好 那我们这一节的这个内容呢 就讲到这里 最后呢 推荐这个颜值有理的公众号啊 欢迎大家扫码关注 每周呢 我们都会提供这个职场的报款文章和 学习资料 供大家学习啊 欢迎大家扫码关注 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